伟大航路上的怪事层出不穷 梅丽号迎面撞见一艘没有翻和旗帜的船 后面又有海猴兴起大浪追来 草帽一伙河里划船躲避大浪 另一艘船上的人却摆起了大浪 大浪临头还在互相争吵 结果一传人都被大浪吞没 葬身海底成了海猴的玩具 草帽一伙逃出生天后 都对刚才那艘船的迷惑操作很不解 没船没帆不说 连船长和航海士都没有 听口气又像海贼 可完全是一盘散沙 索隆猜测 那艘船在海战中战败了 所以才是这副样子 乌索普摇头否决 他看得很仔细 那艘船通体完好无损 船上的物资也不像被抢扑的样子 乌索普越想越起义 要定此时必有蹊跷 其中也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想不通的是 其他人都懒得去琢磨 负责放射的罗宾 发现前方出现了新的岛屿 梅丽号很快就驶进了一片茫茫大雾之中 众人穿过浓雾 迫不及待地靠近岛屿 却发现岛上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乍一看 似乎什么都没有 路飞 乌索普和乔巴又抢签上了岸 他们发现 岛上冻植物都特别长 苹果长得像黄瓜 腊肠狗长得像蟒蛇 每棵树都长到了云端上面 乌索普和乔巴看得认知混乱 感觉自己都要变长了 他们寻到了一处帐篷 桥门没人应 进去才发现空无一人 帐篷旁 首有一匹像长颈鹿的白马 名叫雪莉 乔巴跟他一交流 才明白他原来是在等失踪的主人 路飞又注意到附近 有两株高耸入云的云竹 竟然会自己移动 路飞觉得好玩 一击飞踹将会跑的竹子踢断了 结果从天上掉下了一个老头 路飞大惊失色 撤难道 这是传出中的竹子精灵 梅丽号这边 索隆等人正要上岸 一艘大船 忽然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用链抓封锁了梅丽号 可惜海贼船 与此同时 从天而降的老头擦了擦鼻血 自称东吉特 原来他是岛上的居民 很喜欢踩高桥 所以找了两根最长的竹子 做成高桥 想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结果上去容易下去难 他在空中犯了恐高症 结果就在云端 占了整整十年 幸好岛上的树都很高 他靠着踩摘树果 才没有饿死 听东吉特老头讲的这么轻松 无所谱观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 他在高空大小便 那岂不是天降金克拉 东吉特又讲了这座岛的情况 此处名为长链岛 岛上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大家因为在岛上活得太自在 所以不知不觉都变长了 鲁飞爆汗 这解释还真符合此地奔放不羁的民风 东吉特继续讲道 长链岛的形状就像一串珍珠项链 每当海水上涨时 就会淹没像银链子一样的环岛群 只剩下是个珍珠一样的小岛露出海面 每年都有一场持续数小时的大退潮 岛上的居民 每隔三年都会从一个岛转移到另一个岛 岛民们不会造船 记录指针也无法指示出其他小岛的方向 因为这十座小岛 本质上是一座岛屿 也就是说 它必须在这座岛上等待二十年 才能和岛民们重聚 它已经独自生活了十年 再熬二十年 不过一眨眼的事 东吉特自嘲一笑 却没有想到雪莉竟然一直在等着它 终于和主人重聚 雪莉又变回了快乐的小马居 他载着主人 在无边的大草原自由自在地奔跑 路飞三人看了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这温馨的一幕 却被一声突然响起的枪声打断 开枪的人 正是福克西海贼团的船长 名叫银湖福克西 他左边的满汉叫汉宝宝 右边的妹子叫布尔奇 作为地地道道的海贼 他们尽职尽责地履行着本职工作 见到好东西就要抢到手 他已经调查清楚了草帽一吼的底细 当即向路飞发出了三枚硬币的戴维争霸战 路飞听不懂这些 说要打架他奉陪到底 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无所谱区的戴维争霸战有所耳闻 盲劝路飞千万不要应战 否则会失去同伴 所谓戴维争霸战 是一项从昔日某个叫海贼乐园的法外之岛上 流传出来的挑战 双方船长同意比赛后 将会展开一系列挑战 获胜方可以从拜方海贼团里 任意挑选走一名船员 守为自己的新部下 或者夺走他们的海贼器 另一边 纳美听完山智和罗宾的解释恍然大悟 想起之前 遇到的那艘没有旗帜和船长的海贼船 看起来就是戴维争霸战的失败者 打败他们的正是福克西海贼团 纳美头一回听说这么荒唐的比赛 一想到路飞那不定时抽风的神经 吓得赶紧掉头跑去阻止 可惜他迟了一步 路飞因为受不了福克西三人的冷嘲热讽 一怒之下已经鸣枪同意了 他心想不就是小小的比赛 分分钟削平对手 给东基特老爹和雪莉出气 比赛场地很快就搭了起来 看得出福克西海贼团是有备而来 戴维争霸战的规则并没有强制性 但如果有谁输不起 他们就会沦为海贼界的笑柄 纳美是无所谓 耻笑就耻笑吧 反正他是小贼猫 山智和索隆却很在乎两面 路飞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就是单纯的在跟福克西斗气 到现在连比赛规则都没听懂 福克西让路飞选择游戏回合数 纳美和乌托普赶紧竖起食指让他选一 不料汉宝宝横插一脚 路飞一瞧直接选了三 比赛项目有赛艇 球技和团体战 一个人只能出赛两场 赛艇人数不限 球技三人 团体战五人 草猫一伙商议了一番后 决定赛艇项目全员上场 第二场的球技项目 由索隆 山智和乔巴上场 第三场的流冰追逐团队战 由陆飞 纳美 罗宾和乌索普上场 环岛皮划艇赛规定 参赛者使用的皮划艇 需要自己制造 路线是绕长练岛一周 比赛过程中可以使用任何武器 一旦沉默就算出局 出场船队如下 首先 福克西海贼团的可爱小火车号 选手为布尔奇 其余愚人卡伯蒂和星沙余蒙达 第二船队为纳美 罗宾和乌索普 所称小艇为同虎号 第三船队叫美人祷告号 上面坐满了美女 山只可要小心了 从第四到第八船队 分别是螃蟹红莲号 江王一号 江王二号 酒鬼号和特别号 乔八建造的靠脚灯航行的人力车号 还有陆飞的杰作一块板号 取居倒数二三名 众人惊了 还有人造的船排名比陆飞还低 只见一只巨大的木桶横冲而来 名为木桶航母号 好家伙 福克西海贼团八个船队 对付草帽一伙三个船队 妥妥的欺负人吗 乌索普对危险的嗅觉很敏锐 他注意到 除了木桶航母号 其他船的船头 都尽可能地靠向环岛外侧 便提醒大家 开赛后全部往岛的外侧跑 众人不解其意 木桶航母号忽然开闸放水 冲出大量木桶炸弹 这玩意儿一碰就会爆炸 猝不及防的草帽一伙都被困住了 锁龙剑撞 手持船桨 挥出一道强劲的斩风 将木桶炸弹吹回了木桶航母号 将其炸得尸骨无寸 爆炸掀起了一阵巨浪 带着草帽一伙的船队 迅速赶超对手 冲在了赛道的最前面 不料对手不讲武德 为了拖住草帽一伙 给布尔齐一队争取时间 竟然用美食和美女 诱惑陆飞和山智 不得不说 福克西海贼团看人真准 草帽一伙顿时 沉溺在海上宴会之中 乐不思处 只剩下纳美这一队 还在苦苦坚持 迎面遭到卡伯地的 鱼人空手道袭击 罗宾反手放出 霸轮刮开 将其擒住一个背衰放倒 山之间纳美有危险 立即触发了骑士被动 拼命滑翔追去 可惜 一块木板号实在太简陋 速度差别人一大截 路飞灵机一动 拿起半块木板 在水里当人肉螺旋桨 船速立即风驰电撤起来 同一时间 人力车号 被蒋王一号 和蒋王二号夹击 双方武得一番后 纷纷毁传落水 惨遭淘汰 那美满脸黑线 果然男生们都靠不住 想夺冠 还得靠他们娘子军 至于乌索普 就算娘子军之友好了 罗宾这时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用冲击被 给同火号来个氮气加速 乌索普下的浑身一机灵 这玩意儿 可不是能随便用的呀 亲